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201章基站 菲利克斯紧紧地抓着自己手中的剑 猛地向大蛇扑了过来 大蛇的一只脑袋重重地撞到了他手中的兵剑上 咔嚓一声 他的兵剑裂开一道裂痕 紧接着随着一声脆响 他手中的兵剑骤然裂开 砰 菲利克斯感觉到自己的胸膛像是遭到了一辆急速行驶的汽车撞击一般 他的身体就好像是一片落叶一样被撞飞了出去 当叶浩轩赶到的时候 眼前正上演这这一幅惊心的一幕 只见一条五头大蛇 把菲利克斯整个人吞了下去 然后再吐出来 接着再用另外一个脑袋吞进去 再吐出来 大蛇真的有人的思想 刚才在史密斯的跟前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 他心中当然十分的不爽 所以 他把菲利克斯打败已了后 没有直接让他死 他要赋予他无尽的痛苦之后 才能让他死去 菲利克斯生死未卜 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 他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被剥了皮的怪物一般 十分的可怖 更加恐怖的是 他居然还活着 因为叶浩轩明显地看到他胸膛一起一伏的 叶浩轩右手一抓 太长突然出现在手中 他一手托剑 猛地向那条蛇攻了过去 大蛇也发现了叶浩轩 他猛地嘶叫了一声 其中一只脑袋向这叶浩轩扭了过去 他觉得眼前的人就像是一只不要命的蚂蚁一样 他可以随时随地弄死他 所以 他只用一只脑袋转身了叶浩轩 他要用这只脑袋把叶浩轩整个吞进去 叶浩轩手起剑落 手中太长幻想仗于剑光 他一声大喝 手中太长斩中这只脑袋 扑得一声响 这只脑袋被他手中太长硬生生地斩掉 一时间鲜血如雨一般地四散而下 大蛇的这只脑袋高高飞起 大蛇发出一声惨叫 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子弹都打不穿的灵甲 竟然会被人用一把剑给斩掉 失去了一只脑袋的他骤然松开了菲利克斯 他猛地转过了头 余下的四颗脑袋向这叶浩轩攻了过去 但是这家伙除了个头大点 皮肉厚实点 其实一无是处 菲利克斯破不开他的防御 所以才在他跟前落败 但是叶浩轩不一样 叶浩轩手中的太长 破开他的防御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蓝芒一闪 伴随这一阵黑气生腾 扑的一声响 又是一阵血雨冲天而去 大蛇的脑袋瞬间又少了一颗 叶浩轩根本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 这一剑斩掉之后 紧接着又是一剑接了上来 扑 血雨横飞 大蛇的脑袋瞬间又掉了一只 掉了三只脑袋的他元气大伤 他这才发现眼前的这个人类 似乎与其他的人类不一样 如果再这样撑下去的话 他恐怕会把自己交代到这里 这家伙的智商并不是属于那种一根筋类型的智商 他落了下风之后 根本没有和叶浩轩继续战斗的意识 他猛的一个转身 迅速的向一边游走 他要逃跑 但是叶浩轩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他的速度快叶浩轩的速度更快 他刚刚窜出数丈远 叶浩轩已经追了上去 他手中太长再次斩掉了他一颗脑袋 大蛇终于怕了 他的五颗脑袋原本是多么的威武霸气 但是现在五颗脑袋被叶浩轩斩去了四颗 他锦鱼的脑袋微微地低下了头 然后发出一阵轻微的嘶鸣声 他在求饶 他终于示弱了 这个世界其实始终都是强者的战场 这家伙刚出场的时候何等的威严霸气 但是叶浩轩比他更强 所以他现在只有在叶浩轩的跟前 俯首称臣 你要做我的狗吗 叶浩轩笑了 这家伙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打不过就示弱 呵呵 可惜 畜生就是畜生 尤其是蛇这种阴冷的生物 它是冷血动物 它根本不可能永远地臣服你 一旦它有机会 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在你背后咬上一口 大蛇听懂了叶浩轩的话 他很人性化地向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浮倒在地上 示意自己可以什么事情都听叶浩轩的 可惜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我不需要畜生来做我的狗 因为你连做狗的资格都没有 叶浩轩不再跟他废话 他高举手中太长 黑气生腾的太长上 爆出一股见光 他一声大喝 手中太长向下重重地展出 吃一声响 大蛇的最后一只脑袋 被叶浩轩一箭斩落 周边就好像是下了一阵血雨 他的脑袋滚落到了一边 他的生命终于到此终止 叶浩轩收起了太长 他没得理会这条大蛇的尸体 按理来说 这家伙的身体这么大 他的体内一定会有一些天才地宝 就算是在不济 他的蛇胆也是好东西 但是叶浩轩深知 这家伙是经过辐射和后天培养而成的东西 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可取 所以他不想在这条蛇身上浪费时间 叶浩轩走到了菲利克斯的跟前 现在的菲利克斯看起来十分的恐怖 他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 刚才大蛇的目的就是要折磨他 现在他奄奄一息 几乎看不到他有呼吸 还能行吗 叶浩轩笑了笑道 菲利克斯睁开了双眼 他的双眼躺出两股鲜血来 刚才他斩掉了大蛇的两只眼睛 大蛇抓到他的时候 同样把他的两只眼珠给弄破 所以现在他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他清楚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呵呵 叶浩轩 菲利克斯勉强笑了笑 现在的他笑起来十分的恐怖 现在的我 一定很可怕 很难看吧 如果我说你现在看起来很帅气 很阳光 你信吗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开了一句玩笑话 的确 这家伙是他的敌人 但是他现在快死了 叶浩轩觉得 自己没有必要跟一个快死的人恶言向家 因为生命诚然可贵 他要让对方死得有尊严一些 呵呵 我不信 我知道自己我情况 菲利克斯笑了 他喃喃自语地说 可惜了 我这么一张帅气英俊的脸 就这样毁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 我这么一张帅气英俊的脸 就这样毁了 我这么一张帅气英俊的脸 我这么一张帅气英俊的脸